現在為什麼有很多醫院 會有限耗的這個動作 是因為現在健保 因為要估計它的年度的預算 所以它慢慢的跟醫院 做一些協定 醫院會有一個叫 總額預算制指的是 我這個醫院這個年度的總經費 就是多少 做少要退 做多了就是給你這樣 舉例來說就給醫院就是一千萬 那超過的就是醫院自負盈虧就對了 所以醫院在這種情況下 勢必一定要做一些 門診量的管制 那也是健保一條的希望 就希望不要大家看那麼多病人 品質不好 可是這種情況變成是 大家月初看著幫我門診 看得好開心 到了月底之後就發現 奇怪 怎麼醫師不見了 醫師總這麼多人都出國去了 這麼多人都修整 那號碼怎麼突然變這麼少 其實這跟總額預算上面的 一些影響是真的有關係 而且不只是這樣 這東西的治療 因為它除了總共的預算 健保署還有要求 我們就有一個遇到老榮民的阿伯 那阿伯的部分就很辛苦 要來治療 固執疏鬆 結果後來來治療 有一次他月底來掛號 醫師告訴他說 阿伯 你那個藥 這次健保沒有給付 沒辦法 阿伯說為什麼健保沒有 我上歌之前就都可以 為什麼這個月不行 阿伯那個因為那個 就是那個 那個藥費 總共那個扣打有限 所以那個扣打前面就用完了 阿伯說什麼樣才會有扣打 那個阿伯就是 那個扣打是月初啦 會比較多 用完為止 名額滿的即關閉 阿伯後來就帶他行事曆 跟醫師說 我對過你下個月最早的是 九月二號 我掛九月二號 不要管任何的 我再來一次沒關係 我看好你門診表 你是週二有門診 十二月的時候我也看好了 我也幫表都排好 你十二月一號有 我掛十二月一號 我把這半年可不可以先掛好 因為他直接關係到他治療 有沒有辦法接受 那可是這也真的沒辦法 因為健保預算是有限的情況之下 藥費有一定的管控 變成是有時候 會有這樣子的一些差別 這看病看成精了 對啊 對啊 不過有的時候 病人在選醫生的時候 好像也要先搞清楚 自己的需求 譬如說以外科醫師而言 你要選的是技術好的 還是解釋比較細心的 還是比較溫柔的 還是你要找一個權威的 其實不見得這些所有特質 會集中在一個人身上 你剛才講的我剛好都有 除了家庭醫師以外 很難找到全部都在一起 是不是 蔡醫師 這個 講到那個病人 他們在跳醫師 尤其是外科要開刀 譬如說我自己就遇過一個病人 一個婆婆很可愛 他說他跟我說 他要去開白內障 因為我認不認 所以我說不太熟 那他就自己想辦法 到那個 也是一個軍醫院系統 那他怎麼樣 他先做 像人類學一樣 做田野調查 他就坐在那個診間外面 然後看每一個醫生的 這個門診量多少 他覺得 他要那麼閒 對 而且通常醫院有潛規則 一 二 三 四診 四診通常是菜鳥 就是越便宜 但這個是不一定 就是有些醫院是這樣 胖馬越前面的是 越資深的主治醫師 但是我們皮膚科不一樣 我們皮膚科 假如今天你去看那個醫生 我的原則是 如果你跟我講胯下陽 或是屁股 我一定會叫你褲子拉下來 要看全貌 有的醫生不是 他很快 很趕 他可能就拉開看一下 或甚至瞄一下 沒有看到全貌的話 他其實有時候 開錯藥的機會 還是會有的 我們之前就遇過 有一個病人是 一個四十幾歲的 一個女生病患 然後他來是說 他小腿 那時候我們是住院醫師 要幫他做切片檢查 那就是有一些紅疹 那我們照例就是 會換一個褲子 短一點的 不然消毒會弄到 雖然只是小腿 那請他換褲子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不對 他不是小腿有問題 其實他 也就是說他在門診的時候 可能醫生看得太快了 所以他說他小腿 有問題的時候 醫生就說 你這個要切片檢查 所以當他大腿 那一片顯露出來 我們一看 這不用切片 這就是那個 顯 長顯 骨顯 只是它是一個黴菌 很厲害 就是蔓延到小腿 所以當我們只看到 小腿的時候 認不出來它是黴菌 但是如果他整個褲子 整個都脫掉 你看到整片 你就二話不說 它一定是黴菌 所以我常跟病人講 假如你真的要做田野觀察 要在那個診間外面 看皮膚科的話 因為其實皮膚病 有難的也有簡單 可是如果他的這個醫生的節奏 很像那個節拍器 然後兩分鐘就出來換一個 每一個都很準確兩分鐘的話 那代表他看得 可能不管難或簡單 看得比較快一點點 那也許他的功力很好 可是有一些細節 就比較容易疏忽 對啊 很多病人看病 也都會有權威 或者是主人迷失 是 所以在我們急診科也是 在我們看完之後 我們總是會幫他約掛號 那病人都會偷偷說 問你可不可以幫我介紹一個 比較厲害的 或者是你把我掛主人這樣 當然其實大家都會有這樣迷失 但事實上 那樣子的主人 不會是你一個人的主人 他是大家的主人 所以其實大家都會很想要去 掛這個主人的門 所以你可想而知 那些權威 或者是主人節的意思 他病人會非常的多 那不可否認是 這些權威的醫師 他當然經驗會非常的豐富 但是事實上 真的時間就會短了一點點 我還記得印象深刻的是 有一個妹妹 為什麼我印象深刻 因為他一個人到 我們中部來工作 老家在屏東 那他因為肚子痛 去掛了醫師的門 某個醫師的門診 那等等 好不容易等到中午 然後他進去 他說那個醫師 所以直接 請他到急診來做處理 那後來來之後 當然我們幫他詳細的檢查 其實也沒發燒 症狀老實說 壓痛等等也沒那麼像 那因為是大醫師說的 我們當然還是會更 仔細幫他評估 後來一檢查 真的就是素變太多 後來幫他灌場之後 他整個症狀就緩解了 那其實 當然 我們在幫他處置的 這個過程中 住在屏東的媽媽也 因為要開刀 所以他就 風塵浦浦從屏東 趕到中部來 後來跟他解釋 就是大變太多 塞足痛 當時我們也真的覺得 很不好意思 所以其實有時候 我覺得 你能夠讓醫師好好 幫你看病 這其實是滿關鍵的 所以像我自己太太 曾經有一次 我幫他內診 大腿內側的時候 發現他 等一下 內診 你自己太太 你幫他內診 我幫他審刺大腿內側 發現有一個甜解 其實我摸起來 我覺得很像淋巴結 可是同時我發現 奇怪 他的臀部怎麼會出現 很多的瘀傷 我當時掛號其實也 一開始也陷入這個迷失 因為想說是自己的太太 可是我後來發現 其實 而且他 更有時間去 更新的一些薪資 而且他有很多時間來看 所以我當時就掛了一個 剛生組織醫師的 學育腫瘤科的學長 果然一進去之後 他花了三十分鐘 他把各種可能跟你分析 然後最後幫你歸結出 其實他就是一般的 一般淋巴結的總塊 其實你再觀察多了就好了 那事實上 也是因為有那麼詳細的解釋 我們對他這個疾病的疑慮 也很快 就想說要果然 其實一兩禮拜 真的就沒事 所以我真的覺得 如果有時間 每個醫師都好 想好好的診施你的疾病 那所以我也希望大家 不要太多的權威迷失 其實也跟一些年輕的醫師 一些火露 對不對 像我媽媽有一個經驗就是 她 睫毛倒叉 其實只是很簡單 大家覺得睫毛 睫毛倒叉 就拔掉 或者是就怎麼處理就好了 可是對老人家來講 那個睫毛 每次只要一眨眼就眨眼 很不舒服啊 她完全不願意起床 不願意睜開眼睛 不願意出門 所以每天就來跟你擄 但是因為我們肉眼看不太到 它到底是什麼問題 她說眼睛不舒服 眼睛不舒服 我們去排隊 姐姐上網查了說眼科名醫 結果去排隊 排差不多兩個小時 然後兩個小時看到了說 睫毛倒叉 我們拔一下吧 拔... 兩禮拜以後又長出來了 又痛 又不願意出門 就這樣一直循環 因為這個醫生不熟也不認識 就乾脆找朋友介紹的醫生 就有個年輕的醫生來 不厭其煩地看 看了之後就覺得說 我可不可以這樣試著做 那我覺得因為睫毛倒叉 是因為那個眼瞼怎麼樣 外翻或什麼 然後它那個肌肉鬆了 會怎麼樣怎麼樣 要不這樣 我們建議你就是 乾脆去找那個 結果我媽媽那次 就是把眼帶去除了 然後用眼帶打玻尿 抽著脂肪打玻尿酸 然後再割雙眼皮 然後把睫毛倒叉的問題解決 從此三年之內沒有再有問題 而且順便也變漂亮 也變漂亮 然後那是媽媽第一次做 就是做那個微整型 媽媽好開心 走到哪裡 她就說她變漂亮 所以變成是說 媽媽在比較 細心的照顧跟檢查 還有問診的過程當中 得到比較好的醫療的效果 那我覺得那個可能 勝過去找一個免疫 要等很久 然後效果又不好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 可以跟大家分享 做這樣子的一個採訪 不過我還是覺得 這真的是 是看醫生是一個緣分 是 你說剛剛講到好幾個例子 年輕醫生時間多 然後這個 因為現在科技 資訊很發達 大家的知識也比較多的 這種刺激 可是老醫生有的時候 他雖然也許沒有 那麼多的時間花在你身上 可是他那個經驗 很可怕 對 他那個經驗有的時候是 就是很 那個直覺是很準的 那時候我有跟一個 一位老醫生的診 然後我就一開始跟的時候 大概跟了大概第三次 我就覺得 我覺得他好像沒有東西 可以教我耶 因為他都在跟病人喇勒 然後每次病人來 發燒他也是 呵呵的把他趕出去 然後咳嗽也 呵呵的把他趕出去 那感覺每一個病人來 好像沒有得到 就是要學那個 呵呵的案 然後好像沒有得到 任何的答案這樣子 然後家長也是一頭霧水 然後我們 我們後面學生 也一頭霧水這樣子 然後就在眾多 呵呵的過程當中 有一個病人就進來 然後他就 這比較不對 唉唷 真的喔 對啊 這不不對 然後一看 哇這個 對啊 嚴重的肺炎 就走進來 他就知道了 喔 因為有時候我覺得 老醫生就是 有一些直覺跟靈感 喔 別忘了訂閱 媽媽好神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即時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耶